8月24号是花莲市立幼园的开学日 也是小班新生入学第一天 为了让小朋友们可以更快融入校园生活 花莲市立幼园就特别举办了 泡泡派对系列活动 让小朋友们是嗨翻现场 泡泡达人大手一挥 空气中突然冒出许多泡泡 让小朋友们好开心 但这样还不够 换了一种器具之后 泡泡达人更是变出超大型的泡泡 让现场惊呼声连连 20号是花莲市立幼园开学日 也是小班新生入学第一天 为了让小朋友们可以更快融入校园生活 因此花莲市立幼园 特别举办了一系列迎新活动 除了有大班的哥哥姐姐 带来欢迎舞刀之外 现场还请来专业泡泡达人 带来精彩表演 让小朋友们都玩得好开心 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小朋友可以很快地融入这个学校 也不会让他有陌生的感觉 有 他很喜欢泡泡 对 所以刚玩得很开心 很开心 对 有泡泡达人觉得非常好玩 然后小朋友对这个环境 比较不会陌生 他们很开心 非常赞 你看现在开始在玩了 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 那我们今天用泡泡魔法的一个课程 来欢迎所有的孩子们 用跟大家一起来玩乐的方式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的家长的信任 把孩子送来市立幼儿园 那我们这里的课程安排 也相信能够让家长放心跟安心 那我们希望未来新进的 试语小班的新生 都能够赶快地融入我们的环境里面 那我们相信我们老师非常有经验 也能够马上让每一个孩子赶紧地适应 精彩的泡泡表演秀之后 慕免俗的还是让新生们一一通过聪明门 勉励他们都能够在这三年的学习过程中 收获满满健康成长 有的小朋友哭得稀里哗啦 舍不得跟爸妈分开 也有人像是小大人一样 放完鞋子自己就走进了教室 市长温家贤表示 透过泡泡派对的办理 小朋友和家长玩耍过后 明显降低许多胆怯怕生的氛围 未来幼儿园会持续举办各种亲子活动 希望120位新生都可以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解学历情 华联市报道